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阻屏触摸笔 以及4寸HDMI LCD屏幕 本屏幕共有两个接口一个开关 HDMI接口用于显示 供电接口为屏幕提供直流供电 背光开关控制背光的开启关闭 这款屏幕是专为树莓派打造的4寸HDMI显示屏 兼容并可直接插入任何版本树莓派 接下来将演示一下临界树莓派的使用方法 需要自备的产品有树莓派 TF卡 5V3电源适配器 配合树莓派使用时 本屏幕支持S-Band Ubuntu Kali RetroPi 这里以RetroPi为例 将树莓派镜像显入到TF卡中 树莓派镜像可以在树莓派官网中下载 下载好后 插上TF卡到电脑 使用软件格式化TF卡 格式化好后 使用软件烧写镜像 烧写成功 当LCD工作于树莓派的系统时 由于系统无法自动适配 屏幕的分辨率 必须手动设置分辨率 设置方法为 编辑TF卡根目录下的 config.tsc文件 最好使用写字板 打开config文件 在config文件末尾 添加一段代码 代码可以在 微学百科对应的产品说明中复制 本屏幕默认为竖屏 通常情况下需要将显示旋转270多核使用 粘贴好后保存并安全弹出TF卡 将TF卡插入到树莓派中 将LCD插上树莓派 连接时需注意对应屏幕的关角 与树莓派的关角 插好后 把HDMI连接器接入屏幕和树莓派的HDMI接口 将LCD背后的微光开关拨到on 为树莓派上电 此时屏幕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并没有触摸功能 为了方便演示 本视频使用中单进行显示 输入树莓派IP地址 登录树莓派终端 输入用户名与密码 输入命令下载相关驱动代码 在整个过程中需要确保可以正常联网 安装好后 如果此时触摸不准确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校准屏幕 运行以下命令安装校准软件 安装好后 点击任务栏的菜单键 选择Preferences 选择校准触摸屏 按显示提示进行触摸校准 校准完成后 屏幕上会弹出一个窗口 如果要保存这些触摸值 需要在以下路径新建一个文件 将触摸参数保存到这个文件中 保存好后 校准完成 接下来将演示一下 配合树莓派使用时 屏幕如何设置显示和触摸方向 输入命令 进入LCD寿物录 输入旋转命令 X可选0 90 180 270 分别表示LCD旋转0度 90度 180度 运行命令 系统会重启 本视频演示完毕 您可以在微学百科界面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 继续会重启 这次是继续会重启 并不停